林亚鹏疯狂迷恋她,曾是江南第一美女 苗依依的出道就有十分浓厚的传奇色彩 从中学到大学,她是在遥远的澳大利亚度过的 她之所以喜欢演戏,来自于身为著名电影剧作家的母亲的影响 一个偶然的机会,苗依依在回国期间,参与拍摄了电影《泪洒台北》 这是第一部中国内地和台湾合拍的电影 接着又揭拍了中泰第一部合作的电视剧《龙珠》 从此以后,苗依依在演艺生涯上,成就越来越显著 无论是扮演武则天忠不起眼小角色蓝二 还是在秦可卿之死中,主演秦可卿,秦妃,母女两个角色 其对角色的成功诠释都向观众展示了她不俗的演技 苗依依在央视版的武侠剧《笑傲江湖》 更是把小师妹月灵山演绎得活灵活现 一个青春客人,刁麻顽皮的小师妹,让观众朋友们印象深刻 也因为该剧苗依依的高强武艺,神话绝技 吸引了众多武器导演的目光 在宰相小甘楼这部戏里,苗依依仍然以打气出场 身后的阅历和得天独厚的语言条件 是苗依依在影视圈发展很快 而她本身的气质,以及独居一格的风范 又让她无形中展现出国际巨星的风貌 不过在遇到了其老公后,苗依依就渐渐隐退了 特别是在生下了女儿后,苗依依开始做起幕后工作 开了一家制片公司,搞起幕后老板 她的老公是演员齐道,冰冰起量 2004年苗依依在拍摄《观众下视》时 和启道采出爱的火花,两人以乔乔结婚,并育有一女 而出演过电影《网的盛宴》中的张良 演技精湛的启道将丁绍华的精明狡猾 欲心狠手辣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因随获得多项大奖 或许对于苗依依来说,虽然其所学专业并非表演 却也因热爱演戏而成为了一名演员 而当其在生活中的角色发生改变成为人妻和人母后 更愿意将精力放在幕后 相夫教女也不失为一种人生美好选择 现在呢,苗依依俨然成为了一个富豪太太